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呢 就是学佛修行 它是需要思维观照的 而且思维观照以后 你还要能够辨证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你得学佛修行 很怕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看经文 佛言 观天地念非常 观世界念非常 观灵觉及菩提 如是知识得到极以 这什么意思呢 所以贾尊并观照的 佛陀他慈悲开示了 观天地 你看这个天地万物 四季交替 春夏秋冬 是不是 本来这个草木 就刚发这个心芽 后来炎热的枯暑就来了 百花齐放 然后呢 蕭瑟的秋天 也到了 那这个飘雪的寒冬 也降临了 马上春天又要来了 你看这个天地 风云变色 你根本没有办法 预料掌控它 大地万物一样 你看这个我们 这个同修几年前 有跟我一起到这个山西 五台山 文殊菩萨的道场 那那个真的就是变色很快 那一看的 刚到五台山 就觉得这个清脆的树木还很多 那车子越开越开 看不到绿色的植物了 统统都是金黄色的植物 好美 那所以有人说这个金色世界 文殊菩萨 可能这也是一种象征 千变万化 我们在台湾看到四季的变幻 你就知道 它不是永远这样子 所以他讲 观天地 观天地不只看天看地而已 它地震以后 有的地方就隆起了 对不对 有地方就陷下去了 有地方你常常在这里散步 它现在变成一条小河 有水了 对不对 有水的地方隆起来变小山丘 干掉了 河都干掉了 连台湾 照这个地质学家来讲 它都是很久以前 经过一次地壳变动 隆起来的一块小岛 是不是 是观照天地万物 所以 所以很多的禅师 他去 你看他只是游方 你认为他是游山玩水 他看到这个大地 山河 四季的变幻 花朵燕丽 落叶飘零 对他来讲 无处不是道 为什么 他就是在修这一句 观天地 念飞长 就是你要看天地万物 我观同修我也念飞长 同修观我也念飞长 对不对 观同修 没有多久 所以几年前你来的时候 这时都是很苗条 很年轻 修着修着 精进几年以后 你已经是少妇了 你说没有啦 快四十啦 步入中年啦 观同修念飞长 他不是永远 藏宝不变的 是不是 所以这里讲观天地 万物啦 念飞长 这个念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有警觉的意思 看这一切 你就要警觉自己 警惕自己 这一切都是无常的 千变万化 念 就是念 你要警觉 然后知道 飞横长的 这一切都是生灭法 你如果心细于道 用这样的一个观照 去游方 人家看起来你是在旅游 游山玩水 对不对 这对你来讲就是修行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真的到处去吃喝玩乐 享受无欲 那就是消负 但你还是少去好了 回来口袋都花光 都花光光 然后满身病痛疲惫 又造了很多的业 那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观天地念非常是什么意思呢 唯生灭法 这是生灭之法 很多的东西生出来了 那很多的东西呢 又消灭了 人也是一样 每天你看医院这个一个 以我们台湾来讲要统计 每天出生好多婴儿 那每天往生也有很多人 生生灭灭 观世界念非常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观照天地万物 看到天地有四季的交替 观世界这个是 它是指时间的前流变异 这个是 比如说第几世 第几世纪 它是指时间的前流变异 界呢 它是指方位 比如说你们讲 这么连到概迹的多位 就是要有这个区域性 有防卫 对不对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防卫 这时间跟防卫怎么样 也是念非常 它不会 长保不变的 恒长久远 所以 再看下一个 观灵觉 即菩提 就反观 自己的灵觉 我们常常在讲灵觉 就是我常常讲的 灵明觉性 灵明觉性 简称什么 自性 住性 我们常常给它灌上一个什么 清净的自性 对不对 这一份清净的自性 跟佛性怎么样 无二无别 佛它那里有灵觉 你也有灵觉 你的灵觉跟佛的灵觉是怎么样 它是一 它不是二 它是一体的 所以 所以 你观天地 观世界 念非常 然后再观自己的灵觉 是什么 菩提 观灵觉 即菩提 菩提是什么 你看你的灵明觉性 看你的自性 其实它就是菩提性 菩提性 什么叫菩提性 就是你觉悟佛的真理 这个叫菩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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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能认知这一点叫如实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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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得到极意 你得到佛陀的真实境界就很快乐了